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前终结对手 因为我们知道郭敦望以前的纯态式的打法到现在啊 这个向自由搏击的蜕变啊 非常快非常成功 是的 从他的步子上 包括报价上 有一些摇闪 已经完全的踢拳放了 因为他对于自己这种打法的转变 他非常清晰自己的自己薄弱在哪里 他非常加强自己的拳法 是的 而且刚才那一串的组合拳啊 打的这个耀红坤啊 明显感觉到有一些不太适应 是的 双方正反架 所以来说后腿的这个应重的几率啊 应该很大 现在郭敦望 这种全法进攻 但是啊 通过这两个照面啊 明显看出来郭敦望一旦进身之后 邀红坤的这个应对方法 并不是很多 现在东旺这个拳法的照应 真的进步很快 而且是非常适用自由搏击 拳腿组合的这种结合 双方这个 一个是泰国本组选手 一个是中国练泰拳的选手 不知不觉 代入俊泰拳这个慢节奏当中 是的 但是郭敦望这个比赛竟然很足啊 应该很开会 哎呦 但是郭敦望一旦进行 对方的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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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从第一局 最后结束的那个 邀红坤那支重击啊 明显给表现出来 虽然邀红坤在组合拳法的 主动输出上 并不是特别擅长 但是双方互相换拳的时候 邀红坤看得非常准 是的 好 顶锡 好 东旺继续在保持一个缓慢压进的一个过程 这个旁鹏同老师非常有经验的警告双方 分开 对 你看东旺这个表现非常不错啊 每一次的反击都是做组合的 因为他知道论单击的话 泰国选手 从动作质量上是非常完美的 所以可以看出来 郭东旺确实是对自己 下了很大的功夫 而且对打泰拳选手啊 这个非常有经验是吧 因为本身他也是纯太出称 因为本身他也是纯太出称 好 连续两个前手的反动机 实际都不错啊虽然没有打正对手 哎呦 一定要小心 邀红坤这种高扫的冷击 是的 没论单击 一论单个动作抓实际的能力啊 邀红坤非常出色 对 而且这个 从这个重量上来讲 这个邀红坤的单击的重量也要优于这个郭东旺 是的 哦 一个鼎 开始的鼎 你看一旦给邀红坤啊 这个出单个动作的时候 这个明显的这个会连连得手啊 所以东旺不要跟他拉开距离 我们看到郭东旺的表情 明显可以感受到这个邀红坤每一次袭击对他再带来的伤害 哦 东旺现在打得越来越沉着冷静啊 眼睛钉对手钉得很准 但是郭东旺在对手每一次单击留出空档的时候 他都会抓到第一时间打出非常多的这个反击 哎 东旺在往前压的过程当中 邀红坤的这个后腿的膝啊 还是给他造成了不少的麻烦啊 在往前压的时候没有那么酥鸡蛋了 哎呦 酥的零快 好 第一回合 第二回合还有最后十秒钟 走 三四 三 三 一 一 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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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所以一旦每一个得手之后都会非常谨慎 连续的几下低扫没有扫到对方 郭东旺在这尝试一个泰式的暴摔 今天郭东旺的前手刺拳打得真是有一些拳击法 对对对 连续拳法还躲过这个躲闪 好专业 郭东旺也是在拳法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好像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拳击运动员展现在眼前 是的 我们现在看来只要东旺加强这个防守啊 邀洪坤的单个的动作的主攻进攻还是对他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威胁 小黄打得难解难分 这个裁判旁王老老师每一次把双方推开的时候分开的时候都非常吃力 哦 击过 连续上高击过 漂亮 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头部的防守 要知道虽然说在中进距离是自己会比较擅长一些 但是邀洪坤的这个重击把握机会能力还是很强的 对 在这一轮对空当中郭东旺是站稳的优势 第三回合还有最后十秒钟了 这个明显上一个双方的感觉 难以一致心中的这个喜悦 好 没事 好 没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